车学院之前普及过防暴死系统ABS 它能缩短刹车距离 并防止车辆在刹车时失控 但万一碰上紧急情况 司机踩刹车不够狠或者不够给力 等于浪费了宝贵的刹车时间 没法触发ABS 于是 这时候我就特别需要一个男朋友 男朋友 男朋友也不能帮你踩刹车呀 你真正需要的是刹车辅助系统 它能通过监测你松油门 踩刹车的时间速度力度 判断出你是否需要help 平时正常踩刹车它不会工作 这时的制动全靠右脚 但假如你用极快的角速踩下刹车 系统会认为你需要紧急制动 于是立刻释放出全部制动力 这可比松油门再把刹车踩到底快多了 BA不能直接缩短刹车距离 但在紧急情况下 它能尽快激发ABS 渐渐让你的刹车距离更短 ABS加BA等于ABS更智能化 从前机械式的刹车辅助叫BA或BAS 现在加了电变成电子式叫EBA 目的都是为了让你尽快停车 尽量防止事故发生 这种负责安全的配置挺实用 一般十万以上的车标配 低于十万的建议您仔细看看配置单 想第一时间看这么多有趣的视频和漫画 快来关注市之车学院吧